然后我在想说老师你在包含在书本里面提 然后包含你刚刚有跟我们讲说 你最近开的这个就是你第一堂国际关系的线上课 因为你以前都是就是像是在线下的讲座教学 但是你从来没有开过线上版的这个国际关系课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像这一次如果推出这个线上课程之后 那根据这样国际关系也这样的一个观念 如果我们学会之后那可以怎么样去应用在例如说生活上面 像是一些商业的决策或者是有些人在做投资的 那或者有些人想要做一些包含职位的啊 或者说求职之类的或者说争裁之类的一些这个决策 有没有什么样大的应用可以把这些国际关的这个概念 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或工作上面 想要听你分享一下看看课程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到我们 对为什么我们的讲都要说国际关系啊 我们说它是一个基本上它是一个精识致用的一个学问 它理论上它不是一个打高空的学问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讲的新南向 那中国大陆讲的是一带一路啊 比如说到了东南亚 那于是你看韩国讲的新南方政策 或者日本讲的湄公河计划啊 或者像俄罗斯它也要从这个欧亚经济联盟这边或怎么样就连到了东南亚 印度它像东旺政策或者东进政策 往印度往东边看下东南亚 当大家都看着东南亚的时候呢 表示东南亚的战略位置很重要 然后呢 然后钱就往东南亚跑啊 我们想到这个 我们就看到这个钱的流动 各种的资金 所以你看台湾很多银行 他们到东南亚去设立分行 分行为什么中国大陆老化 老化了中国大陆呢 你看欧洲也老 中国也老 台湾也老 那么老化以后呢 很多的中产阶级 东南亚中产阶级是booming 它是怎么样的这个非常蓬勃的发展 那很多人的投资就进来 就钱呢 就往东南亚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银行 也到东南亚去设分行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看到国际政治的走向 我们就看到钱的走向 看到钱的走向 那就是我投资布局的一个方向 那我将来怎么投资 我怎么去布局 那么所以国际政治是头 那经济是身体 如果你光有经济的逻辑 你没有政治的逻辑 那你很多事情会看错 你看错 你说这地方怎么样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政治的逻辑 就是美国虽然制裁这个国家 但这个国家迟早会被解除制裁 那这个国家如果被解除制裁的话 它什么产业可能新发展 很多人就开始 就开始摩拳擦场 准备去抢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我就告诉你说 国际的局势怎么走向 比如我再讲个例子 法国我们不讲欧洲比较老吗 对 为什么法国很多人抗议 很多上街头 因为你改革各种的 改革各种的一个退休的一个机制 然后你退休 你的这个退休年龄往后 那退休年龄往后呢 很多法国人准备要退休啊 你忽然说我再做两年的退休 我当然不干啊 于是很多人上街头抗议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干呢 为什么要退休年龄延后呢 因为没钱呢 这没钱呢 你的那个今天那么多 那为什么没钱呢 那经济不好啊 那为什么经济不好呢 投资不去啊 那为什么投资不去呢 你呢 年纪大 你又跑不动跳不动 工资又高 那我是外国投资 我当然投资比较年轻的国家 我能不能投资你老口口的国家呢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讲的事啊 趋势的事啊 那事实上走论的投资过去了 投资过去呢 别的国家经历怎么发展 那它代表着什么机会 啊 于是我全球布局 我就想到我怎么样的机会 怎么做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 越是要跟国际接轨 越要增加我的生存能力 你越需要一个国际观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且这些观念 我觉得影响都很长远 像我们说做一个投资 做一个工作的决策之类的 这个一影响 其实就是影响我们后面 几十年的人生 这个都是蛮重大的决定 那根据 如果说从课程里面的 包含说这样国际观的观念 跟它的框架建立起来之后 其实这种决策就是 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不只是单点的突破而已 而是对可能长时间的 这个人生的轨迹 可能都会有改变 OK 我真的蛮感谢老师 今天接受我的访谈 然后跟我们谈那么多国际观 就是让我们对国际观 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 OK 那这边 节目到这边就尽到了尾声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那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兴趣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啰 你知道孙子兵法吗 这本书啊 它除了被用在军事战争上面之外 它背后的智慧还可以被延伸 应用到生活跟职场上 那欢迎前往另外一集的访谈 我一样是邀请到了 台湾最具权威的谈判学教授 刘碧勇老师 跟我们分享孙子兵法 在生活当中的各种应用 看到孙子典和主地财俩大臣